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 阿弥陀佛 事实上 修行人他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不见得他身体有力 不见得他有钱 而是他心灵的能量很强 心灵的意志力跟决心很强 比如说你告诉他 你脾气不好 他想一想 我一辈子不发脾气了 这个就是他的力量 所以修行人他的特色是懂得控制自己的心 这样而已 所以懂得引导自己的心灵 在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这样 比如说你过去很喜欢吃肉 但是你听了佛法 毋有不应该吃肉 所以呢 他就永远吃素 他不再吃肉 这个叫修行人 因为我们的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所以心可以制造天堂 心可以制造地狱 所以讲话也好 行为也好 都是从我们的内心引导出来的 所以修行人念观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念咒语 念仪鬼 他最主要都是在训练我们这颗心 所以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大部分的宗教是神的宗教 那佛法是心灵的宗教 所以念佛 念佛 事实上是念佛的心 佛的心是大悲心 是大智慧 是大怨心 所以应该要一直注意这个心态 当然心态表现出来叫态度 行为 那给别人的态度 就像各位从刚刚看到现在 我想修行就是在服务众神 服务别人 就像餐厅陈老板煮得很开心 服务大众很快乐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呢 以服务佛陀的方法来学习 我怎么样对待佛陀的 我就怎么样对待众神 就这样而已了 我用香供养佛陀 所以我也用香供养众生 我用灯供养佛陀 所以我用灯也去布施给地狱道 这样而已 我用食物供养佛陀 所以我也用食物供养人 供养动物供养鸟 供养鱼 连这些无形的众神也去供养他 这个就是修行 那每个人都不希望别人骂他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看到你 哈喽 对你很好 所以我们对待众神 要用这种热忱的心态 所以去帮助对方 当然更重要是 佛教也是一种心灵科学 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不圆满的心态 变成圆满的方法 因为每一个众神 有不一样的心态烦恼 有些贪心 有些傲慢 有些嫉妒 有些冷酷 有些散乱 那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它是 一个不好的心态都叫烦恼 所以念诸有108课 叫108烦恼 甚至衍生叫84000烦恼 所以各种的法门 都是为了对峙这个烦恼而存在 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说 我学佛10年了 对方学佛10年还有烦恼 很奇怪 还会生气 还会酷酷的 怎么都没热忱的样子 今天一个空服员 哪个东西脸都不笑的 都不跟你哈啰啰 你要坐错飞机了 因为本来他对我们 就是要热心的打招呼 问你要不要吃什么 对不对 跟你讲话还要蹲下来 免得占得比你高 各位这个就是要学 佛法是一种服务 让别人让众生快乐的方法 这个叫慈 慈心 这个先念习 因为很少人去修慈心 大部分都讲悲心 等对方痛苦了 快死了才要去找他 佛教里面讲悲心之前 先想慈心 就是你要主动的 热忱的 让别人快乐 所以我们喂食物 给流浪狗吃 我们给海鸥吃 给水里面的鱼吃 给地上的蚂蚁吃 你会觉得 哎呀 他快乐你更快乐 所以佛教的方法很简单 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过去给别人痛苦 给世界痛苦 所以你现在痛苦 这很简单 这没有别的理由 你用嘴巴骂人 那以后你这个嘴巴就会很痛苦 经常牙痛 嘴巴痛 喉咙痛 再久了以后变成肺痛 骂人会造成肺病 再来就心脏痛 这样 因为你用嘴巴骂人 所以 你有眼睛瞪人 怪不得你眼睛痛 然后你的眼睛 一个流眼泪 一个不流眼泪 很奇怪 这个叫分别见 眼睛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这样 所以 都是如此 就像女孩子得乳癌 为什么会得乳腺癌 就是 抱怨 每天念老公 念老公右边痛 念儿子左边痛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心态 因为一种情绪的压抑 抱怨 念 所以你就痛 所以 变成这个问题 然后骂出来 那你就心脏痛 腰不好的人 为什么 压力太大 又要做 然后又要抱怨 腰就痛 所以我想各位 你就改变你的心态 早上又说了 傲慢 膝盖痛 所以贪心的人 贪吃 贪睡觉 贪漂亮 那就是水的病 肾脏病 淋巴腺病 糖尿病 特别糖尿病 就是贪太多了 连糖都不让你吃了 三高 然后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这个都是水的病 贪代表水 撑代表火 会生气 所以鱼翅斜贱 他就会伤到 你这个人想太多 然后想得跟人家不一样 把闹多 那就头痛 然后事情给你消化不了 放在心里 那就胃痛 所以我想各位 从这个身体 你对不起他 他也会让你痛苦 这样 所以修行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深口译 讲话的方法 为什么唱歌好听 因为从不骂人 所以为什么你讲话 人家很喜欢听 因为从不批评别人 所以你的原模式 会造成你的 别人对你讲话的 这种 好好坏坏 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我一个人为什么身材很好 因为他用他的身体 去照顾老人家 用他的身体去做医工 用他的身体去绕佛像 去拜佛 所以他身材别人羡慕 就是这样 一个人钱为什么很多 不是努力赚钱 是努力布施 像比尔盖茨 人家还要赚吗 为什么同样付出 同样的劳力 他赚那么多 因为比尔盖茨 过去就是个 很喜欢布施的 吃素的佛教徒 这样而已 所以这辈子 他喜欢布施 所以他有钱 而且布施不见得说 布施很多钱 布施在最需要的时间 而且你没钱 你还肯布施 那个是力量最大的 有钱布施不算什么 就是说自己明明没钱 还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贵给别人 所以你的福报就特别大 所以各位当然可以把 你自己珍贵的东西 去做最需要的去帮助他 当然人最珍贵的是钱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报纸 有些人把他一辈子的积蓄 百分之九十来盖一个 癌症医院来帮助这些 对 这个太伟大了 百分之九十不是百分之十 所以经常 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内心 一定要这样 来 随喜功德 随喜 随喜是在训练你的心 一直赞叹对方的好事 而且不会批评 不会嫉妒 希望对方的好事 各个成就 叫随喜功德 所以凡事都 以这样来看 让自己的内心 只有正面的 没有负面的 如果你要抱怨 抱怨不完 因为这个世界 十个人就有十种缺点 十种烦恼 家家都有一部金刚经 念不完的 所以好像那部经都很难念 所以我想各位 那佛为什么成佛 因为他看到的是众生的优点 你砍我杀我 你还是可以成佛的 他不放弃 那凡夫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对方有90%的优点 但是他受不了 他10%的缺点 所以造成自己 伤害到自己 会有抱怨的情绪 或是埋怨甚至骂人 结果就会伤害到自己 佛法没那么困难 现在很多翻译非常好 很多法师 也讲解得非常清楚 但是重点是 能不能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用在你心上 而且各位要把佛法当作戒律 比如说各位听我这样说 不能起烦恼 那就是你的戒律 要控制好 那烦恼来怎么办 赶快自己离开 去拜拜佛 求佛加持 因为我现在已经 不能跟对方讲话了 我已经翻脸了 我已经脸色很难看了 但是世间人不一样 我就是要弄一个难看的脸色 给你看 来抗议 各位你会很吃龟 以后你会好几辈子 脸长得很难看 不能怪别人 那学佛人是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不希望 别人看到我心情不好 当我心情不好 我去看看佛像 那就没事了 因为佛会加持我 所以不可能我们现在 完全心情都是平静的 好的 那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在这么多境界里面 让你去了解自己的问题 让你去超越自己 突破自己 让我们去了解 原来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间 我还会生气 我还会抱怨 原来我有这个缺点 这有什么好处 就像我偶尔会病痛 有什么好处对我 惭愧心 不会骄傲 原来我随时都会生病的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这个不要太骄傲 这样 这叫比丘总代三分病 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个世间不圆满 本来就如此 所以越有惭愧心 然后就越精进 所以每一次的痛苦 每一次的烦恼 让我们更精进而已 所以 那你要奋斗了很久 终于把烦恼完全断除掉 而不是一辈子 而不是一年 这样 所以各位 当你烦恼来 你不要一直压 一直谴责自己 你只能说 好好好 我下回一定会好 这样就好了 这一回过去了 放下 下回 下回会更好 下回又下回 没问题了 但是你不要 把这个烦恼变成你的病 或是把这个烦恼 让别人更烦恼 那就会产生了心理的问题 心理有问题 身体就有问题 运气就不好 轮回就会更苦 特别是称恨心 有一种邪恶的称恨心 想要去设计别人 那就会直接下地狱 那下了地狱 那个痛苦 你现在想一想 191年 最低的 你恨一个人 搞不好恨三天 但是留下来是191年 不间断的痛苦 那是最低的地狱 18地狱你各乘以四倍 那没办法比 你这样一想 你下回了 开什么玩笑 你把我斩成肉酱 我也不恨 因为下地狱 帮不了众生 自己太痛苦了 所以我整理这个都很简单 但是我希望各位把它当作 戒律 生命的戒律 心灵的戒律 菩萨的戒律 这样去做 永远不抱怨别人 永远向内检讨自己 事实上对方的不好 是你的心态 造着业 把他招赶来了 什么人生什么儿子 什么人嫁什么老公 然后你都怪对方不怪自己 那就错了 佛教里面是 对方的痛苦 是我的问题 我改变了对方就好了 记住 原来是你让对方生气的 你干嘛一直生气 对方说 你不在我就不会生气 最简单的答案 你是我生气的助言 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 我原来人可以影响世界的 我可以影响他生气 可以影响他快乐 所以 内心里面 就告诉自己 我要把恨这个东西断除掉 那就没有人会恨我 我不要造成别人恨我 但是抱怨也是一种恨 那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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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进步 没关系 接受他 可以进步 这样就好了 今天你真的神病了 然后没办法上班了 那也不要抱怨 好吧 我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念佛 看看经典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这样病就很容易好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那个怎么办 然后没签算 本来三天的病变一个月 这样就要躺一个月 因为你的心态 没有接受 学佛不是叫 我们不要有因果 因果是百分之一百 因果来你要接受 对不对 好的 不好的 接受他 但是不执着他 让你很有福报 你也不要执着 要惜福 让你很痛苦 钱都亏掉了 接受吧 不要怨天尤人 天神好好的 你连他都要抱怨 所以我们不但不抱怨天 每天做的功德 供养诸天 互法善神 所以各位这一条 先记住 也就是说 一个学佛的人 他走到哪里 都讲正面的 各位荷兰好不好 好 大陆好不好 你不能说那边不好 所以我来这边 你还有一个分别 这样这不行 两边都好 各有优点 对不对 要这样去看 所以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都有他的因缘吧 所以 但是所谓执着就是 我认为这个才对 那个不对 那就完蛋了 那佛教也 我们随顺因缘 这个因缘就是因果 百分之一百的 他有快乐 有痛苦 有变化 那你要 你要接受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心造成的 所以你一抱怨 那就火上加火 痛会更痛 肩痛 腰痛 因为你 你又要做 然后又不甘愿 又要结婚又要抱怨 既然要结婚 就接受对方一切 那就OK了 所以我结过婚 然后以前我太太经常抱怨我 然后人会生气 我都会问他 你是结果要决定怎么样 如果要离婚 那就OK了 如果不离婚 那就不用抱怨了 所以因为我不喜欢 讲太多这些事情 那如果没有要离婚 那就接受吧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尽量尽量 效果也改变 这样就好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 我不把他骂完 不爽 你让我等半个钟头 我至少要骂你三个钟头 哎呀 浪费时间 半个钟头过去 赶快 后面还两个钟头 赶快去玩吧 对不对 心情不好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你心情不好 没关系 影响整个世界 影响整个家庭 对吧 妈妈心情不好 这所有小朋友都不快乐 所以世界也会跟着乱掉 身体影响自己 影响别人都不好 所以佛教里面是 赞叹别人 学习别人 原谅别人 接受别人 这样 他没有抱怨 要求是自己 他要求自己 知道就好了 我消灭改变 有点注意就好了 万法都是佛法 众生皆有佛性 中国人说 人性本善 对不对 你看他好的那一面 所以 各种种族 各种众生 都有他生命的优点 特色 特色 所以 那你永远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破坏你的心 如果你去看那些丑了 抱怨 心就不好了 心不好 命运就不好 所以 你凡事 就像是中国人 很喜欢讲一句话 最好 东西 坏掉了 睡睡平安 对不对 正好 所以 老公跑掉了 再换一个 对不对 不好的去了 好的在后面 对不对 但是 你要一直去想不好的 那就 不行了 所以你凡事要去 转转 钱掉了 当作布施 那你的功德可大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当作布施 舍一得万 你现在会会得到更多 但是你抱怨 这个谁把我脱落我的钱 如何如何 你还说福报 债还没还完 所以我想 学佛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出家在家 学佛多久 你要表现出那种 不抱怨的个性 都看好了那一面 这样可以了 当然你做父亲 你必须告诉你儿子 一些他的问题 因为你为了他好 但是讲是可以讲 但是用一个 一个接受爱的态度 来跟他说 而不是抱怨 因为你不跟他说 他不会进步 就像我们开餐厅 别人跟我们说 哪一个菜不好吃 谢谢 对不对 那我们跟对方讲 也很诚恳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也是去一个餐厅吃饭 老板 师傅你看这个菜好不好 五道菜里面有两道不圆满 对不对 你那个三道可以推 那另外两道 改一下 这是我很诚恳 因为我希望他发财 但是 当然有些人有一个 有些人有一些毛病 就是说 当你讲他哪里不好的时候 他就借口 了解吧 那我就没办法 我就怎么样 意思是说 我就是不接受 我就是不想进步 不然你要怎么办 那就没救了 那就实在没办法了 所以一个人要 时时刻刻 接受别人的看法 因为佛法是给众生看的 不是给你自己看的 佛法是要横顺众生 让大家都接受的 才叫佛法 随着时代有不一样的方法 这样 倒是让对方 看到他的精神面 他好的那一面 心静平和 听起来很简单 接受一切 包容一切 平静 心静平和 表现出来 柔和声色 所以各位 偶尔你最好拿个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 现在长得怎么样 有些人睡觉的脸 怎么那么难看 有些人不笑就不好看 所以 那这些各位 为了众生你要去 你要看看 让别人提醒你 提醒自己 眼睛要笑 嘴巴也在笑 对不对 讲的都是好话 所以修行 必须从表现出来的态度 去看 柔和声色 当然 一个人很尊敬一个人的时候 他当然很柔和 对不对 但是一个人不尊敬一个人 他就 讲话很不客气 眼神很不好 那各位你要想一想 你想要成佛 佛的眼神多庄严 百看不厌 看了永远一辈子忘不了 因为佛的眼神里面 没有看不起众生的任何一秒钟 就像你看到一个小偷 你都还用慈悲的眼睛看 希望他将来发财 所以佛陀说 有些工作不要做 做警察 做监狱管理员 做卖棺材 这个工作不要做 因为你在等人家赶快死 做警察就找了看谁犯规 都是在找人家缺点 所以你的眼睛就会有障碍 那我们学佛以后就没有这样 就是看对方的优点 扩大他的优点 减低他的缺点 甚至他的缺点是我们来包容 来忍辱 来慈悲 来祝援 还要谢险 没有黑暗 我们就显现不了光明 柔和声色 和言爱语 讲话好听 我认为 一个员工服侍老板的方法 也是成佛的方法 你看他对老板多好 回家对老婆就不好 老板发薪水 老婆是要钱的 但是你修行 你就要决定 我对任何人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能够和言爱语 从这个开始触发 因为这一点你没做到 你就把整部经背下来也没用 因为你表现不出佛教徒的态度 所以各位 我希望找到好老板 我希望女儿嫁个好老公 你不要去算命 告诉你女儿说 多喂海鸥 多喂鱼 对不对 多帮助贫穷人 多帮助流浪人 那你保证贵人一大堆 所以我们出家人 我师父说 出家人最大的富贵是哪里 口袋没钱 但是走到哪里都有钱 为什么 因为你口袋太多钱 你就会骄傲 你就不会去修行 但是走到哪里 这个缘分都结好了 放心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 陈文龙很高兴 煮饭给我们吃 他很忙 这我们过去结善缘的 对不对 他才会煮得很快乐 了解吗 今天各位也很会煮菜 叫你煮一个讨厌的 你煮到自己气死 我不甘愿 我不煮给他吃 但是你煮到一个你爱的男人 然后你可以煮到天亮 所以那这个就是 分别心 这个是女孩子比较容易 这个执着分别念很强 爱就爱得要死 恨就恨得要死 不知道为什么要讲 平等空性没有分别 就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执着的爱是没功德的 有所求的付出是没有功德的 就像这样好了 我做个比喻 有一位居士 他经常因为微信 不失我钱 我有时候觉得有一点烦 不好意思跟他说 五块 两块 收入也不对 不收入也不对 师父你不看不起 我后来说 你能不能一个月发一次 我说师父你这样不公平 我每天都要积善念 我就很忙 我没办法 后来他儿子要考试了 不 发来两千块 我说发生什么大事 为什么两千块 因为他儿子要考试 他自己生病三块两块 儿子考试两千块 我说你这个分别性太大了 厉害关系了 原来你儿子是你的厉害关系 这个很恐怖 我告诉你 冤亲在主 一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 你就惨了 他会找你最爱的下手 冤亲在主是看不见的 你爱哪一个 他就破坏哪一个 所以他冤亲在主 你的弱点让他知道了 那最恐怖的 就特别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叫扶磨 磨就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 他就攻你那一点 像前一阵子 我妈妈快往生前 我也有一点心情的变化 因为我很执着我的妈妈 我是嘲笑顺我妈妈 那是我的念头一起 我妈妈就病得很厉害 我念头一起 我妈妈就病得很厉害 我才知道 这么恐怖啊 因为冤亲在主 找不了我就找他 一个人要去看病人 病人是在最脆弱的时候 你最好先忏悔 先受功德 不然你会把冤亲在主带给他 这样了解吗 因为他知道你关心他 他也会影响他 同样你 你这个人如果 罗子